続400會議 各位觀眾你們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近日了加國第三步的疫情 persevering 越多在西岸多方面 bit C3每天的確診人數已經破千 省府要實施禁令去禁止堂食 而在東岸的安省每天都錄得超過3000宗的個案 並且再次實施居家令 今晚會和大家討論疫情 進入討論近日所發起在本國的反艾巨浪席 討論之前先介紹我們今晚的嘉賓 兩位都是我們本地時事評論員 我們分別有陳森田先生和馬思義先生 歡迎兩位來到時事平台 如果觀眾有興趣參與我們每個星期時事熱話 也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ww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橫額 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另外去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先談今日的題目 我們知道近期疫情都很反覆 除了每天的確診數字大得客人之外 也說到今次第三波的疫情 兩位嘉賓不如有陳森田說起 究竟今次疫情反覆最大的原因是甚麼 是不是單純來自英國 南非現在就是巴西的變種病毒 我相信變種病毒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儘管我們沒有很足夠的資料去說 哪一個因素是最主導 不過我想如果我們看過去來說 其實B.C.省那個抗疫 其實儘管有時可能有時鬆時短 但基本上都沒有鬆懈到的 但問題是最近也都不只是B.C.省 我們看到加拿大很多的省份 尤其是例如安省 那個的確診數字都是非常之驚人的上升 所以我猜那個很主要的原因是跟變種病毒是有關的 其實如果說回每天確診的人數 按人口比例計算 你說這個星期B.C.省的數字已經是直逼 甚至是超過安省的了 巴西爾你又怎麼看呢 從社會或者政府的防疫措施來講 兩邊省份來講 是不是正如如陳森田所說 抗疫措施其實都沒有鬆懈過 或者你認為這次的數字突然飆升是甚麼原因 我想這個數字飆升是變種病毒 我會說是一個催化劑 但其實本身我們都要看回 另外我覺得有兩個因素 可能都某程度會是導致到這次的復現 第一個因素其實我相信抗疫都抗了一年 我相信很多民眾不多不少都可能有些抗疫 因為始終又是居家隔離 減少社交活動 始終影響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不是說每個人這麼容易忍受到 當然我們都不鼓勵說 因為抗疫疲勞就會出去多走動 但是我們都知道 是會有不少的民眾 可能都因為這樣而出現都會 抗疫疲勞而出去多了社交活動 從而因為接觸多了 而從而令到感染個案爆炸 第二個原因 我會覺得某程度看整個政府的抗疫策略 當然我同意陳森田說 其實飛斯省政府的抗疫策略 從頭到尾都比較平穩 沒有特別大鬆大忍的 但是我覺得 從三月開始 無論是聯邦 或者飛斯省 或者是安產政府 其實他們對這個抗疫 就是叫做應付這個COVID-19 這個新型變狀病毒的策略 其實很快已經不再用去源頭倒截 或者是一個叫做盡量是 不要讓他們進來管國 作為這個策略 從而只是很快就當病菌 或者案例進來管治之後 已經就純粹是希望只是舒緩 或者是希望盡快 寄望有個疫苗的出現 令到群體免疫 就令到將這個疫情打低 但是其實因為疫苗 我們疫苗供應追不上時間 加上這個變種病例出現 令到傳染率加快 再加上可能一些抗疫疲勞 再加上政府本身 它自己已經不再用去倒截外利的 輸入病例 或者是倒截 或者倒截本地的傳染的傳播鏈的時候 結果這個傳播的數字就一路復劇上升 馬思爾 我想直到這個機會 和你再深入討論一下 那個所謂防疫措施的做法 看看一個很簡單的時序 我們知道在我們本地學生 放Spring Break之前的那段時間 碑斯省府其實是一路盡量想放鬆 那個所謂的衛生禁令 你看到無論是宗教團體 亦都讓他們可以有限度地聚會 可以多一些人數回到回堂當中 另外在黄安老院 即是外來長期護理中心 亦都說給長者去見他們的家人 但是似乎近期春假一回來 突然間數字上升的時候 現在突然間又說要禁堂食 某程度上似乎那個措施 會不會有少少跳草群舞呢 當然往生事先聲明 我自己不是傳染病專家 很多的數字是他們當時的醫療團隊 才知道我們個人就不知道 但是我純粹可以看到比較的是 就是當初由去年的3月4月 當我們叫做禁止 就是當時最大規模的全國 都要叫做居家隔離 封城等等的措施 基本上大家看到的數字是有回落的 但是很明顯的 就是各國政府 都不是很叫做舊耐性 當它跌到某一刻的水位 都很吸不及待都想再開飯 那無可口非的 大家都要經濟活動 商業活動 很多人都容易 但是當我們看到 大家看到的數字 當它開始重啟經濟 從上年的夏天到現在 其實它一直是一直不停地上升 平均每日的個案 但是它每日增加個案的時候 政府有沒有做到一個很大型的措施 去應付說要盡可能把源頭倒置 我就看不到它是有這麼做 只是它的策略是 希望就是盡可能 你只要醫療體系頂得住 就讓它繼續等疫苗出現 那就算了 其實如果這個策略這樣推 所以進行機的假設就是 這個病毒的傳播力 就跟上年的想法差不多 那就可能叫它挺得住 但是很可惜 今次的疫苗 因為這個變種病毒出現 它的傳播力高了這麼多 變成這個估計 就完全失準了 大家知道這種病毒突破到傳播關口 基本上它的中數就會幾毫級上升 所以因為短短幾天之內 它看到中數大幅上升的情況下 唯有很快就要改回決定 就要重新修正 陳心田你又怎樣看 我始終覺得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都是跟變種病毒有關的 儘管其實我們很多的省民 或者對於比如說BC省的抗疫 有些人覺得滿意 有些人覺得不滿 但是其實不爭的事實就是 曾幾何時我們很大段的時間 都在說是400多宗一天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就是過去真是一個很急速的飆升 去到現在差不多平均 是900多宗一天 這個在說是一倍的了 但是我們看不到過去那個抗疫那裡 是一個很明顯的鬆懈 其實我不是說不同意Galen的說法 我覺得如果要批評省政府 甚至我們全加拿大的抗疫 我們都可以說在過去的年紀裏面 或者做得更加好的地方 但是我只是想指出一點就是 我們不是說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一個很明顯的放鬆 而數字突然飆升得那麼厲害 我始終覺得是跟變種病毒 是一個最直接的關係 因為某程度上 想echo剛才馬斯爾所說 似乎我們從一開始最早期的lockdown之後 其實那個防疫措施大致上 不算剛剛這個禮拜 其實一直是一直放鬆一直放鬆 但無奈見到疫情數字就不斷地上升 但相對地 其實我們華人討論圈經常都會說 如果你看回紐西蘭 或者一些其他國家地區等等 你會見到的就是在疫情的很初期 有大規模的lockdown 甚至是很長時間的lockdown 但是一以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先虎後填的政策 將那個數字大幅地控制之後 後來似乎就很平穩 就好像現在這樣 不會再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出現 在加拿大的抗疫措施來講 有否可以借鑑的空間 或者甚至收緊或者改進呢 認為 當然這個當然有 我想我們去討論那個抗疫的時候 可能都要分回去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講最近那個數字的急升 那這方面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可能都是跟變種地略有關 但是其實如果你說過去 我們拉長一點來看 其實加拿大那個抗疫 當然我自己都覺得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剛才Gallen說了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到底怎樣去限制一些人入境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我們可能真的要再去檢討 是不是有做得更加好的地方 在那個追蹤方面 我也都覺得 我們其實是可能做得更加好一些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會知道 有一些感染的數字 但是到底那些的感染的人士 他們那個爆發點在哪裡 或者我們是不是即時會知道 甚至很多我們在說 就是我們給那些人 他們14天自己在家裡隔離 但是萬一那些人不太聽話的時候又怎樣 我覺得很多這些 其實不是大方向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但是細節我覺得有時候 而是好像執行得不夠準成 馬思爾爾 剛才剛剛講到細節 我們知道例如好像碧師省這邊 我們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已經要宣佈或禁止所有地方堂食 即日下午宣佈 星期二就要實施了 當然不少的餐館都叫苦連天 包括你知道可能他們很多時候入貨 可能一入就是入一個月 或者幾個星期的貨量 你突然間明天就沒得做生意的時候 那是不是真的都很慘呢 或者又反過來講 同一個措施 即是有沒有一些其他執行的方法 或者改變的空間 以致不會擾民得那麼緊要 我想都要看一下援急線後 即我相信可能基本上 政府或者是公共醫療團隊 是看到背後 因為他們有一些可能 根本一直是他們背後 已經在估算未留幾天 可能會出現確診數字 即他公佈只是告訴我們 確診的結果 其實他背後一直在推算 究竟背後的影響有多大 只是他沒有向對外公佈 那我相信他這樣講 其實已經是他知道 是不可以拖回 基本上是突然間 現在一個新的個案中數 那幾何急升法 如果他不立即殺停 可能真的會快會 只是可能在講幾天之間 他們的醫療體可能會受不住 或者會失控 所以才會出這個措施 當然我們明白這個商戶 突然間買了很多東西吃 或者突然間本來做了很多計劃 想著未來可能幾個星期生意 突然間要去不准做 他們會損失慘重 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 政府是要想其他方法去幫他們 因為現在講的疫情 是人命關鍵 因為這種病毒 某程度是致命的 暫時是說現在 新的變種病毒 是對年輕人的影響 也不小的情況下 說健康和生命 始終都會比經濟 或者商業難先的情況下 政府這麼快要去做這個決定 都沒有過後悲 但當然要去做這個決定 對受影響、受負面影響的民眾 或者商戶來說 政府怎麼可以幫他們一把 去撐過這個難關 這就是另一方面 政府也需要同時處理的問題 談到這裏的時候 時間在這裏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次回來再繼續討論一下 各位歡迎回來時事平台 上一節的節目當中 我們跟馬思義和陳森田先生 談到有關於疫情 和我們稍後會談的反亞裔議題 陳森田 馬思義剛才在這裏的時候說到 政府在進行抗疫的措施的時候 當然也要顧存經濟的大局 我們也知道這個星期較早前 省府也出了一個叫做一筆過的撥款 去幫助一些因為受到衛生禁令 而被影響的商戶 有一筆款項派給他 當然那個銀碼就視乎你受到幾大影響 可能會是一千至一萬的價位中間 但我們嘗試拉闊一點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當一手的衛生禁令 就叫你無法做生意 或者無法受限制地做生意 另一邊派錢去安慰你的時候 其實這個左右手交波的做法 是不是一個叫做理想 或者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呢 我想我們也要分開兩件事 第一件事的禁令就是因為衛生和抗疫的緣故 剛才Galen也說了 其實這個是可能省府 尤其是衛生團隊他們看到那個迫切性 尤其是我相信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跟復活節 預計可能有很多人出來慶祝有關都不頂 無論怎樣都好 他們看到那個迫切性 就覺得要殺停 就出了禁令 當然比較理想的做法就是早一點出禁令 給人們一點時間預備一下 這個就會比較理想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出了幾個小時之後 就要大家殺停那個堂食 或者很多有關方面的安排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儘管那個禁令可能可以做得順滑一些 但是始終如果是衛生的要求都要做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給一些津貼受影響的商戶 尤其是譬如說餐飲業和健身中心 我覺得都是一個在現在的安排下 可能比較好的做法 我想我們既然講到疫情 當然要講一下疫苗了 馬斯爾剛才上一節的時候 你們也提到本國的疫苗接種的時間表 當然跟其他西方大國和美國相比 固自然是落後 但是我自己在身邊或者坊間 留意到一個現象就是 似乎大家尤其是環社區 一講到要打疫苗的時候 某程度上是有點像去街市買菜 大家就會講到如果可以打輝瑞或者莫德納就好一點 但是如果要打阿斯利康似乎就不好 因為有很多新聞 一會兒又說有血栓 一會兒又說跟血管閉室有關 甚至真的有聽過不少的個案 會說去到診所那裏 如果見到阿斯利康 那我就不打了 我下次再來打到換到輝瑞為止 你覺得某程度上 加拿大國民在選擇疫苗方面 以一個選擇商品的心態去打的時候 其實這是不是一個問題 我想其實現在都很難完全說 國民選擇商品打哪種疫苗 是一個對還是不對的想法 我想現在都很難解釋 因為一個很大的 我們英文的確定性 證明確定因素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算 加拿大批准了這幾種疫苗 始終今次的新冠疫苗 全球所有製造出來的 基本上是用破紀錄的時間去研發出來的 全部是用一年的時間去研究 做測試 做推出市場 叫做國家做批准 基本上是排第二另外一隻的疫苗 根本都沒有可能一年就可以出到 全部都說的是 數以幾年後才可以正式批准安全推出 某程度 即是因為今次緊急狀態 當然政府都說 我們做足夠嚴謹措施 當然我們都知道 所謂醫療專家都會知道 哪些最重要的東西 要去看一下它是否有效 或者是否安全 但始終有多些 講到藥物 對身體有關的藥物 或者食物的東西 有時都要看中長期 才知道是否真的完全安全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以前為什麼一隻隻疫苗都說 用幾個月數以連接的時間 才會推出市場 今次因為全部都是一年之內 就推出市場的話 其實政府 你看政府的口氣 其實都不是說 百分百擔表 是說 你這個是安全的 只是跟你說 是好處大個壞處 即是基本上 那個風險 可能根本 都有些風險 他自己都未完全清楚 但整體來說 以現在的疫情的嚴重性 你打了一支疫苗 起碼你 對你的保護作用 利益可能遠高過 你會面對一些 的浪費 或者一些比較嚴重的 後遺症的風險 就更加大 所以就叫做 鼓勵大家去打 但是根本政府 到現在都不敢說托營 所以 政府某程度 將決定權 包回國民 國民自己去選擇 去衡量 是否值得去打 我想到現在來說 都無謀後悲 而國民也都可能 想選擇 哪一個去自己 較有信心 或者覺得是 保護力又好 或者比較安全的疫苗去打 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都無謀後悲 陳森林你又怎樣看 對於這個所謂公眾 為自己健康著想 希望可以去選一支 自己喜歡疫苗的看法 我覺得每一個人 為自己的身體 他希望能夠打到疫苗 是對自己最好的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天經地義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可以為別人的健康身體負責任 不過以我理解 其實現在BC省 都不是說有什麼可以選擇 我們最近跟迪德安衛生廳長談過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跟回那個年齡組別 那條隊 基本上你一是就打輝瑞 一是就打莫德納 其實是不會有機會打阿斯利康的 阿斯利康只是說一些 如果是55至65歲 而他又覺得沒問題 他都想去打 他就可以在藥房那裡打 所以應該不會出現 剛才克林文你所說的 有一個人去到 一看到阿斯利康 那我就不打了 如果你跟回那個年齡 那個隊來排 其實是不會有機會打阿斯利康 這是要找BC省的情況 我們既然都說阿斯利康 都想再問多深入一點 我們其實知道 一開始當歐洲那邊 開始傳出 阿斯利康可能會有問題 有導致血栓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時 無論你說英國、法國 有幾個大的歐洲國家 都說我們要暫停等一等 我們要等歐洲藥物管理局 出了一個報告 我們才再定奪 但是你看到我們 加拿大的立場 我們由始至終 都沒有拒絕過阿斯利康 但是當然 到期後 報告出現沒有問題 到後來 到現在 又出現 跟這個老部閉塞似 似乎有少少關聯 等等 其實某程度上 本國是否因為我們沒有本錢去選擇 所以只能夠這樣 還是引入阿斯利康 會不會都未必是一個這麼理想的決定 我想 其實我們要明白 其實在整個疫苗計劃裡面 似乎加拿大真的比較被動 可能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生產線 甚至阿斯利康的情況 就是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阿斯利康 其實在美國那方面 是借也好 或者給我們用也好 所以我想在加拿大政府來講 的確它有少少覺得 總之 現在我們盡量 有多少疫苗就打多少 但是問題就是 好像剛才你提到的 血栓的風險 我想現在就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證據說真的 一定是有問題 所以我想 現在它好像 都是盡量用一個說法 就是說 不要緊要 其實打的好處 是好過 多過打的風險 用這件事 是跟博文說 不過我都很明白 如果我們聽到這麼多報告 都是覺得 這個阿斯利康 似乎風險大一點的時候 我想國民有憂慮 這個是絕對可以理解 我們不如轉一轉個話題 馬斯利雅 我們知道近期在達安地區 似乎又有新一輪 反亞裔其時行為的浪潮 你認為當中的原因 會不會是直接關疫情事 還是因為美國那邊 可能有更多這些事件 而影響到我們加拿大本國 我想疫情始終都會有少少影響 大家都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現在發生的現象 當然疫情未發生之前 本身就是一些政治國力 即美國和中國的政治國力 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 都因為 孟晚舟事件 和兩個麥克勒的事件 亦都關係掉下去冰煙 本身 其實在加拿大本土來說 他們可能對亞洲 或者對中國很多人的印象 變成在這些事件中變差 我們看到很多的民意調查都看到 變成了總體的加拿大的國民 對中國的印象變差 加上到這個疫情 當然這個疫情本身說 首先被發現在中國的武漢 我們未知原因 不過暫時實際上 首先是正式發現的 就在武漢 接著後來疫情 就是病毒就確散了 大家都知道後話 自然很多人在他們的思想上 或者觀感上 可能會覺得 這個病毒是你們 可能是中國傳過來的 我們亞洲傳過來 知知知知言 就會將他們一些 可能不喜歡一些 東亞人習慣的情緒 或者一些 可能我們叫做 歧視性的行為 遷路 我們不是說 這件事是鼓勵 或者是應該是 適合他們做的 而是我們看到 會有一部分這樣的人 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本身在他們的 對一些事件上 令他們對中國觀感不太好 然後因為這件事是 本身由中國發現 然後現在病毒來到加拿大 他們就將這件事 遷路到中國 從而對一個本地的 東亞裔人 作出一些歧視 或者一些攻擊性行為 變了有影響 這個現象 絕對會有可能發生 時間剩下很多 但也問一下Wallace 對於這次浪潮的看法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 怎樣可以解決到 反亞裔的歧視 我想首先就是 我們自己都要 譬如說華裔 我們都要很小心 譬如說很多時候 我們做的事 都會令到別人覺得不舒服 這件事 在政府的層面 我相信現在他們 大家基本上都很一致的 就是覺得 我們加拿大對於這些歧視問題 是令容忍的 但我希望 如果見到有些政客 用一些攻擊 某個族裔的言論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 去指出 這些其實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好了 我們今晚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觀眾有甚麼意見的話 也不妨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留言給我們 多謝各位今晚的收看 作為 歌曲 工作 工作 劉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